EH-216S EH-216S 是一款能夠實現無人駕駛的 載人垂直起降航空器 這間自動駕駛飛行器企業 2020年底向民航局 遞交型號合格證申請 歷經近三年 終於拿到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型號合格證 這個無人駕駛的 這種飛行器來說 它是一個化石賴的產品 可以讓航空 可以讓航空 變成一個新的出行方式 個人的出行方式 空中出租車是它的最好的一個應用場景 這款航空器最大設計速度 每小時120公里 最大航程30公里 最大起飛重量620千克 最大航時25分鐘 有兩個座位 可以預設航線實業無人駕駛 避免道路湧倒出行效率更高 而且通過集群管理智慧調度 以及多重備訓 保障飛行安全 這款無人駕駛載人航空器 之前經過多個階段的測試和試飛 包括由民航局審查的最終型號合格審定試飛 EH216S已經在廣州、深圳、三亞、吉手、大里等城市 圍繞空中旅遊觀光的應用場景開展試運行 截至今年7月底 已經在全國18個城市開拓20個運行試點 完成了9300多架次的安全運行試飛 參加試飛體驗的乘客都說感覺非常好 上次的時候整個景區就接收眼底非常漂亮 非常平穩 Nice 拿到型號合格證 意味著已經符合中國民航局的安全要求 和飾航標準 具備商業運營的資格 這款航空器可以應用在載人交通 空中觀光、空中物流等場景 接下來在廣州等城市 將會實現空中出租車、空中觀光 這款航空器後續將會開展運營合格審定 滿足相關要求之後正式投入商業運營 在不同城市布局不同的航線 後來iz些決定 開展運軟動